表格里面图片 设定这四栏三列的一个表格 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去画一张图片 然后当我今天放图片的时候呢 插入图片 我就找图片底下范例图片 你随便找任何一张 这张图片呢 它会自动的放大 可是你会不会希望 它的这个图片的大小呢 不要放这么大 就是不要破坏我们原本的格子 我现在格子多大 你等一下塞一件图片 就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就好像我们那履历表 右上角可能是不是会放自己的大头照 可是那个大头照的格子大小 是限制住图片的大小设定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做这件事 插入一个表格 滑鼠右键针对这整个表格 有一个表格内容 然后接下来点选选项 这边有一个叫做 自动调整成内容大小 图片自动调整成表格 储存格的内容大小 请问图片假设宽度是800 那个格子是不是自动放大变800 对吧 因为现在是打勾的状态 图片多大 储存格就多大 如果你关掉呢 就不管你图片是多大了 我的格子多大就是多大 你的图片就会自动缩小 去适合格子的大小 确定 所以要把那个选项关掉 接下来你看我这个 我在插入图片 插入图片 我还是选郁金香好了 插入 你看就是直接贴进去了 它有没有再放大 没有了 我希望你们下次去看到这个 说明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时候出现金焊号 或提示 请你加一些主词进去 你可能就懂了 好 那应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然后 请你们现在 自己去插入一张表格 然后来去动手做一下这件事情